尤其是海外的房东,一定要注意了 大家好,我是温暖 property management 罗里卡 我们公司主要负责澳南地区投资库的出租与管理业务 最近有一位房东,他的房子出现了一些状况 需要找保险公司来赔 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发现 然后房东也同时发现 他的保险已经laps了,因为没有付钱 然后呢,他这个房子已经没有保险了 那所以呢,后果不堪设想 他要自己来承担所有的这个赔付 那这个时候就会 当然这个房子它是没有贷款的 一般呢,如果有贷款的话 那至少银行会要求,或者是银行会要求你会有保险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房东的损失还是较大的 Promie manager 一般不负责保险的这个payment 那谁是最好的帮你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是insurance broker 就是,不是贷款,是保险经理 那保险经理呢,他会跟你联系 也有很多中文服务的中介公司 你可以车啊,或者房子啊,人寿保险啊 什么都可以跟同一家公司买 那你这个人呢,在他这里就有一个profile 你的房子什么时候要缴premium 什么时候要付钱,要付多少钱 如果是扣盘没有成功的话 他也会来提醒你 所以呢,这些很基本的事情 尤其是你人不在星期晚的话 确实是需要有人帮你盯着 那insurance broker 是最佳的人选 那希望这样的事情 不要再发生在大家的身上 真的损失惨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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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